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黑话电台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大家上个星期我没有办法录节目 因为一个是感冒 然后加上我有点忙 现在感冒稍微好一点了 所以这一期节目之后我大概每个星期都会更新两到三期这样 Hello 就是现在我YouTube的会员频道已经开放了 大家可以加入会员之后就会出一些关于会员专属的节目 包括电台节目的稿子还有文章都会更新在会员频道里面 今天呢是想来说一说蚂蚁集团他被罚款了10亿 聊一聊这个马云和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关系 会涉及到像华仪 冯小刚 陈铭尔等等这些人 昨天路透社的消息是说 中国监管机构准备对蚂蚁集团处以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 将来结束长达两年监管改革奠定基础 据悉过去三个月央行一直在就罚款问题与蚂蚁进行非正式沟通 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其他监管机构进行更多的讨论 最快明年的二季度就宣布这个罚款 分析认为呢 罚款是有助于蚂蚁获得金控公司牌照铺平道路 再次寻求增长并且恢复最终的这个IPO的计划 我们也知道了就是2020年 以网络银行为主的这个蚂蚁集团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后一刻 被北京政府当局紧急叫停了 也让他上市要融资340亿美元的这个非常宏伟的目标 就付诸东流 大家都知道如果蚂蚁集团上市 他的市值将会达到3000亿美元 之后呢这个计划被取消了 那当局也开始了对他的业务进行整顿 主要是把蚂蚁他从一家网络银行 一家只能够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 而不能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公司 一些消息人士还在说呢 就是蚂蚁金服获得这个期待已久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牌照 他是最有可能在李强重新被任命成这个国务院总理之后 一个是开出法单 另外一个就是颁发这个牌照 到现在呢基本是可以确定 蚂蚁目前处境比较平安了 蚂蚁呢整个集团也在处于一个公司合营为主的状态 以前调查过蚂蚁他很多次 那现在在阿里去蚂蚁化之后 他就会往更多的是国家来掌控这个集团 去年路透社就有知情人在说到 多家国有资本企业将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一项关键资产当中获得相当大的股份 这也是有助于今后蚂蚁的上市 一般来说啊我个人认为这和李强要当总理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呢他不抓蚂蚁就像肖建华那样显示出他出任总理之后对商界的一些法治化 另一方面就是罚款 他也算是打击垄断并且对共产党构成威胁的这些商业帝国 就是打你一棒再给一根胡萝卜这样 那正好呢也来给大家说一下阿里巴巴这个器 首先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江泽民家族 他的小孙子江志成跟蚂蚁也是很好的朋友 之后我们专门来重点聊聊 现在先说马云他一开始主要的支持者 是以成员为代表的金融帮 那成员的国开行当年是帮马云收购了雅虎持有的这个支付宝的股份 这个成员他们家呢和姚玉玲家关系以前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密切的 那姚玉玲大家也知道他和王岐山的关系 那么成员的女儿陈伟丽呢 她是以前历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 也是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新科技领域投资是比较超前的 这里正好可以说一下陈敏尔 阿里巴巴当年是浙江书记的标杆政绩了 所以作为之江新军 其实这个陈敏尔他和马云的关系也是非常深的 至于这一次他为什么试图受阻啊 我知道的消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内有人就是给中央建议 或者说有点像举报吧 就是反映陈敏尔的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但他反映的这个政治问题不是说陈敏尔对习近平不忠或者怎么样 而是认为陈敏尔他不像蔡奇那样去就是关心这个民生问题 认为陈敏尔太过的官僚化官僚主义等等吧 所以啊习近平可能就是对他有一些意见 那之后陈敏尔他能不能改善自己在习近平心理的这个形象 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和阿力有关的呢 还有邓小平家族以及贺景磊 贺景磊也是之前在国开行 包括温云松温家宝儿子他的新天域资本 以及中信刘乐飞还有王军这些人 有一个比较值得说的就是张震的儿子张连阳 他以前是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 最早呢他在做这个总参军代表的局长 他的太太陈小颖是以前21世纪的董事局主席 那这个中信21世纪最早是从事电话营销 还有医药数据这类的业务 后来阿里就收购了中信21世纪 差不多1.7亿美元的控股的股份 陈小颖的股份就飙涨到了5亿美元左右 所以21世纪之后他就一直是 阿里巴巴跟云峰资本控股的 这个云峰资本呢又是马云他持有部分股份的 为什么要重点说21世纪 因为他在不管是政界还是军界的 牵连都和北京关系很深 以前他最大的股东就是中信集团 主席就是王军嘛 王军的父亲大家都知道是王震 这个又说到1989年那个天安门六四了 那时候王震是主张要去镇压学生的 王震这个人啊有很多可以说的地方 以前在跟我一个朋友聊起来 就王震搞的那个八千乡女上天山 其实就是骗那些湖南的少女去新疆生孩子 那些女兵就是被骗去新疆的 一开始给那些女孩子说去新疆搞建设 他们一边修路一边到了新疆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就软磨硬泡 让他们去嫁人 以前还有一个男之心 他是在西双版纳的 他接受过一个采访 就说那个时候 他们刚刚返程 王震就说去山东搞一些姑娘 过来给你们当老婆 还有就像是杨德志 他养小老婆的时候 就一堆军区的司令出来 就举报杨德志 王震开大会的时候说 一个司令养个小老婆 有什么奇怪的 值得你们检举信息那么多 等等 以前我记得是听谁说 还是看《胡一录》里写六四之后 他觉得邓小平 王震 杨尚坤 于乔李 他们把党内的风气搞得特别坏 张爱萍也进去同流合污 还有就是给王震平反 就夏文健彻底平反的那个月 就胡耀邦不是派人 从洛阳把习仲勋接回北京吗 就在那个月就给习仲勋也恢复了什么政协常委吧 我记得以后我们专门出一期来讲 因为里面还有关于习近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 OK 突然说了那么多题外话 那我们转回来 就是阿里巴巴和华仪的关系 那么曾经华仪他上市背后的推动者 就是马云 2005年开始 马云先后以雅虎中国和他个人的名义买了不少华仪的股份 正好那个时候是王金花出走 那马云他的团队呢 就对华仪实行了经济部一个很大的改制 也完成了利益的绑定 之后呢 马云又带那个他的朋友 卢威鼎江南春 这些人的资金资源 帮助华仪的发展 马云说他投资华仪的前几年每个月 至少花几点时间去和王中军聊 一是改变他的思想 另外是帮他重塑商业模式 同时也帮他稳住了冯小刚的不离开 增强冯小刚对华仪的信心 冯小刚后来在采访的时候 很多次都在感谢马云 让他从华仪的IPO里面赚到了大钱 当然后来冯小刚和华仪的失忆 恰恰也是因为马云 这就算是成也萧何 败萧何吧 那大家知道华仪最早发家 还是因为走证吗 另外一个外界可能不太清楚的 就是许甘露跟华仪也有一些关系 许甘露就现在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唐德影视 那唐德影视呢也是从浙江起家的 吴宏亮是韩三平的人 那么浙江宣传部部长 当时时任的就是陈明尔 陈明尔黄昆明 他们都和唐德影视有很深的牵连 唐德的股东呢又有范明冰赵薇这些人 赵薇和他老公因为肖建华的关系 才和马云走得比较近 那又因为肖建华和马云才导致了 他后来的一些遭遇 韩三平呢他背后的人又是曾庆怀 就是曾庆红他们一家 像前几期我也有提到 黄昆明的爸爸和曾庆红的妈妈邓六金 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去翻一下 之前的节目 这个就点到为止不细说了 那我们梳理一下像时间线 2017年10月份 支付宝腾讯 这些机构被网联收编了 在2018年的时候 央行开始排查支付宝的蚂蚁金融 18年的2月份 阿里巴巴集团出资46亿人民币 获得了7%的股份 成为了万达电影的第二大股东 这个时候 王健林已经因为前几年的很多事情 被官方打压了 在2019年的时候 习近平到俄罗斯签单 马云是付了1亿美元 然后呢主权财富基金 俄罗斯社交媒体 电信运营就想共同打造一个电商平台 直到蚂蚁集团要上市之前 马云表面上和当局的关系 还是如鱼得水的 然后11月份 他要上市就突然被叫停了 当然这对阿里和后面的那些人来说 是沉重的一击 但他们也是有两手准备的 就谈到今天的标题的重点了 在2020年的12月 作为新加坡央行的新加坡金管局 发了两个数字批发银行的牌照 蚂蚁集团旗下一个部门 获得了其中一个牌照 另外一个牌照 获得者是一个财团 这个财团又包括了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绿地控股的子公司 那江泽民小孙子的这个博弈资本啊 正好就和蚂蚁集团 还有绿地控股都有关系 所以在2021年年初 华尔街日报就说 隐居知情人透露 这个博弈资本的两名联合创始人 已经搬到了新加坡 公司的部分业务 也已经从香港的总部 签置新加坡 这个之前还说 博弈向新加坡倾斜的主要原因 是担心江泽民影响力的下降 直到2022年6月份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是说 蚂蚁集团在新加坡 推出了新药数字银行 将为新加坡中小微企业 提供服务扩大该公司 在中国境外的业务范围 这里我们就可以具体 再聊一聊江泽民家族 和博弈资本了 为什么江泽民他们家 那么看重马云 要讲到江泽民他自己 也还要讲到江绵恒 以前我其实发过很多 江泽民他写的那个论文 有时间我在那个会员群里 和现在YouTube的会员频道 发给大家看一看 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 也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兼上海分院的院长 后来他又担任了 中国网通上汽上海机场集团公司 这些的董事 这里还要说到一个人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就是田素宁 他是以前网通的CEO 可以说是中国网络的第一人吧 他帮助中国把互联网建立起来了 所以江绵恒和江泽民都特别器重他 这个田素宁他的母亲啊 又和胡耀邦有一段往事以后 因为最近我还想出一期节目 讲这个胡德平跟习近平下面官员的 意识形态斗争 下一期就出 到时候具体聊一聊 OK 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江志成 这个江志成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 进入上海交大之后 又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 那像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领导人的子女 一般来说 国外像是哈佛耶鲁 也是比较愿意录取他们成为学校的校友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算是一种政治名额吧 哈佛毕业之后 江志成就到了高盛公司的 直接投资部门PIA短暂工作 10年9月份 博弈资本在香港注册 联合创始人包括了马雪征 张子星 董小萌等等 江志成任首任的董事 那么新加坡的大马西 曾经投资博弈的第一期基金 有10亿美元的集资 还有张磊的高领资本 惠巧资本 都和博弈共同投资了其他的项目 博弈的第一期筹资 还有谁呢 就是李嘉诚的基金会 这个也是为什么李嘉诚跑得快的原因 2011年的年初 江志成的博弈投资 他就购得了上海和北京国际机场的日上面税店 那么免税商店在中国一直都是国营垄断的 直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才把上海浦东机场的免税商店对外开放 后来是江泽民的一个远房亲戚叫江世干 他赢得了这个投标 在浦东机场开了日上面税店 很多年前就是有一篇报道在写这个 博弈投资能和中投中信国开行这些中国官方的金融机构 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合作 显示出了他强大的政商能力 这个马云他很早也就是和江志成认识了 12年的时候江志成就帮马云和雅虎谈判 他以博弈投资和中国投资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集团共同出资 帮助马云以71亿美元 就购回了一半雅虎所持有的阿里巴巴的股份 那博弈资本呢 先是在上海设了一个子公司 这个子公司再投资了一家上海的投资公司 然后由这个投资公司投资一家 名为北京金管投资中心的私募股权 购买了这个蚂蚁的股份 加上之前分到的阿里巴巴5%的股权 和后来蚂蚁的股份 这个马云和整个江泽民家族的牵连就非常深了 另外一个持有蚂蚁的是谁呢 就是贾倩林的女婿李伯潭 这个李伯潭他又出现在了之前刘强东的那个饭局上 饭局上还有习近平的姐夫的一个朋友 另外一些持有蚂蚁集团股份的包括 复兴的郭广昌 巨人的史玉柱等等 郭广昌背后的一些政商人脉 我也想抽个时间出一期 因为正好要讲胡德平嘛 他的胡德平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满云的这个发家史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那他被叫庭上市之后啊 博裕的联合创办人东小盟就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另外一个联合创办人张子兴呢也移居到了新加坡 像之前我还提到这个绿地集团 绿地集团大家了解的应该知道背后有孟建柱啊 也有江泽民他们家 其实绿地这两年也被新平的人查了很多次 包括这个资金流到海外啊 这些事情 像是在马来西亚起期前 有一个我之前说的人去那个Jolo 刘特祖 有一些西方的学者对这个人也很感兴趣啊 像美国司法部介入调查这个一马基金的时候 他负债了130亿美元 刘特祖和那个叫什么纳吉布 就转走了差不多30多亿美元吧 后来这个刘特祖不是逃跑了吗 他前脚刚跑 后脚这个英国 瑞士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这些国家政府就对他下了国际的通缉令 说要追悔这个金融弹案的主谋 这个刘特祖和马云也是有不少关系啊 可能大家知道他是因为米兰达可 和他在一起过吧 还有他是那个莱奥纳多的朋友 在他出事之后 这个莱奥纳多就把从他手里得到的一些艺术品画 都交给了美国的司法部 前两天看是谁在说啊 就知情人士透露 在国际对他进行追捕之后 他逃回了上海 而且这个刘特祖 其实和大家感兴趣中国的那些明星啊 什么赵薇 范冰冰也有一点关系 但这个就不多说了 也没什么意思 我下一期就出胡德平的那个 政治意识形态斗争 还有一个就是姜老爷子 之前我也在会员群里说了 他下了病危通知书 这两天说他情况不太好 看看是什么样吧 但愿还能再给他续集秒钟啊 我现在感冒好一点 就准备每个星期出两到三期节目 不知道大家想听那种每天的新闻播报吗 因为我基本上每一天也要花很多时间去看新闻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大家喜欢的话 也在下面点一个赞 打开旁边关注的小铃铛 这样我更新你们就可以收到消息了 OK 就这样吧 拜拜